看看新闻网 小鲜肉李一峰最近凭借古剑奇谈急速走红 堪称当红炸子鸡 可是呢他最近却遇到了麻烦事 10月15号的晚上 李一峰的粉丝在微博上发起了话题 对李一峰的经纪人提出了几大罪状 更是向李一峰的经纪公司提出要更换经纪人的要求 大家好我是苏苏 大家好我是李一峰 说到李一峰的粉丝 那绝对是最称职的粉丝 10月15号晚上10点多 网民叫做饭后糖水的李一峰粉丝 发布了一篇长微博 列举了李一峰经纪人董可言的几大罪状 包括搞黄李一峰的杂志拍摄 恶意得罪媒体 推掉各种广告商言等 某杂志邀请李一峰拍摄大片 董可言却要求带上其旗下另一位艺人才答应拍摄 不然就永远没有荡气 某时尚女看杂志联系董对李一峰进行拍摄 董可言趁机提出 捆绑期负责的另一位艺人 得到同意之后 面对时尚刊永不存在的档期 立刻就有了 李一峰的粉丝指出 捆绑的这个艺人正是和李一峰 正同时拍新戏的洋洋 他们在9月份合拍了一组时尚大片 但其实是分开拍摄后期合成的 李一峰的粉丝认为董可言继续这样下去 势必对李一峰的演艺事业造成影响 他们希望其经纪公司可以证实此问题 但目前为止李一峰本人和其经纪公司 都未对该市做出任何回应 在娱乐圈 经纪人绝对是明星最亲密的伙伴 好的经纪团队 可以帮明星一炮而红 但是也有一些极品经纪人的存在 就是给明星添堵的 就不怕就是真的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真的我最近非常非常的 就是有感慨 猪一样的队友不用想就知道 指的就是于浩铭的经纪团队 今日关于于浩铭的几个匪夷所思的新闻标题 可算是吓到了众人 不走五项路线也不能这么糟蹋自家艺人 于浩铭本人也是无奈的很 其实于浩铭遇到的经纪人 只是恶性炒作 香港艺人林温龙 郭可颖夫妇的前经纪人 更是有要毁了他们的节奏 而09年夫妻俩内地经纪人汪子齐 曝光了一份录音光碟 证明林温龙出轨 夫妻俩出面立正没有第三者 称这完全是汪子齐威胁不成恼羞成怒 在合作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汪小姐 一些欺杂的悲劣行为 甚至编取我应得的头群 之后汪子齐因为诈骗罪而入狱 出狱后汪子齐又联合郭可颖 林温龙前香港经纪人 王毅清继续爆料 称除了林温龙出轨之外 郭可颖也出过轨 他们还爆料称 郭可颖林温龙夫妇为人恶毒 林温龙是一个吃饭不买单 按摩不付钱的极品 这样的控诉对于夫妻俩来说 无论是公众形象 还是夫妻感情 都是致命的打击 有些经纪人为了整垮自己旗下的前一人 还会把明星那些炒作真相全部抖出来 原孙飞飞就遇到过这样的极品经纪人 在某颁奖礼上 孙飞飞走红毯时的意外走光 让她一时备受关注 但是当孙飞飞和经纪人王威闹翻时 王威爆料这都是孙飞飞的炒作行为 就连孙飞飞买微博僵尸粉 糟糕人气的事都一并懂得出来 事发后王威又爆料孙飞飞因为此事 是胁迫自己 那孙飞飞她为什么要威胁您呢 那可能就是两个人在某些事情上没谈拢 然后临走的时候放下这一句话吧 每一个在我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 都像我的朋友一样 因为如果人最起码的善念都没有的话 那我觉得很恐怖 那这个人很恐怖 好嘞更是遇到过盗用她银行卡的助理 这一偷就是好几年 最后该助理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无比相信身边人的好累一时无法接受 我难过 我当知道是她的时候 我哭得比她都伤心 越来越多的极品经纪人的出现 让明星们泪绝不碍 于是为了杜绝极品经纪人 他们都启用自家人 前段时间 李彩华因为前老板林小明的爆料 备受关注 林小明称 李彩华当年自愿接受性交易 当然就是大家的在工作上的沟通会好一点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以前的经纪人公司 他们可能就自己决定了很多事 然后再跟你就是说去做这样子 害怕了极品经纪人的理产化解约之后 不再签约经纪公司 研衣师也有妈妈一手经营 现在咱自己家做经纪人 就感觉会好很多了 因为大家在沟通上面 还有决定上面 也会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多一点 自家人的好处就是万事有商有量 对 现在自己做了就好很多了 很多事情就是大家互相沟通 还有就是说做得到位很多 好像上来拍戏什么我都跟着 然后每一件事情处理的 都是大家一起沟通 刘亦菲也有这样一个经纪人妈妈 刘亦菲从出道至今 妈妈几乎每一次都陪伴在策 小到端茶送水 大到经济决策 刘妈妈几乎事事亲力亲为 从小也是能歌上舞 在这方面表演啊 钢琴啊 舞蹈啊 绘画啊 她都行 所以有些地方她不太熟 不放心 有一个亲人陪着我啦 然后我们可以聊天啊 我和妈像朋友一样 影后李冰冰也启用自家人 妹妹李雪就是她不能或缺的左膀右臂 据说李雪为了姐姐的事业 数年中身为妹妹的李雪都自称是李冰冰的姐姐 多年后李冰冰荣登影后宝座身内 巨下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感谢妹妹 感谢我的经纪人李雪 季祥两位 我知道这个时候你们比我还难过 可能你们也在流泪 真的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